Hello 大家好 我是渺渺 这趟自驾新疆之旅呢 我来到了乌恰县 乌恰县呢是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啊 也是中国太阳落山最晚的地方 现在是11月中旬啊 太阳落山时间大概是晚上7点多 8点过一些呢天才黑透 很多人都说乌恰这个名字很特别 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乌恰其实它是科尔克之语 一围大山沟分岔口 因科资勒河谷在这里分岔成三道沟而得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乌恰县的人民广场 这也是乌恰县城比较中心的位置了 大家看我身后有一个雕塑啊 一头牦牛 这个算是这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 乌恰县县城呢海拔是2100多米啊 所以算是一个高原小城 但这座县城呢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后来重建的 因为乌恰县城在1985年的时候 发生过地震 就是7.4级的地震啊 原来的县城遗址呢 距这个地方大概是6公里 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县城呢 是整体翻签重建的 不过来到这边呢 我感觉到这座县城啊 环境很不错啊 街道非常的干净整洁 乌恰县城呢 它三面都是高山环绕啊 而且很多都处于强震带上 地壳运动比较活跃啊 所以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发生过很多次的地震 这个广场的环境不错啊 很大一个广场 前面还有那个中式风格的建筑啊 那个亭子 这旁边还有很多健身娱乐设施 因为这个地方呢 属于是高海拔地区啊 所以养羊还有牦牛啊 就是他们主要的畜牧业 然后这个建筑下边 还有一些那个雕刻图案 就是当地科尔科兹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啊 传统文化特色 这广场中间这几根柱子上 顶上还有雕刻的不同的动物 有盘羊 骆驼 牛 还有马 这个应该就是克州境内的这些生存的动物 后边这一个呢 是乌恰抗争纪念碑 前边这个骑着马的是科尔克兹佐 应该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这种雕塑形象象征 这个就是大地震当年的记载啊 1985年8月23日 北京时间20点43分啊 乌恰发生7.4级强症 县城被毁遇难20人 正后啊 国家和自治区就拨款数千万元 重建了新城 烤包子好了 好香啊 这个多少钱一个 烤包三块钱 这个三块 这个四块全部出入的 可以在这里吃吗 可以坐里边吃啊 可以 那给我来两个 好 鱼肉的还是羊肉的 这个羊肉的这个牛肉的 一样来一个吧 好 来 香喷喷的烤包子 你好老板生意新龙 你们是科尔克兹族对吗 不是 你是哦 你是维吾尔族的 在这边做生意 老家是这里的吗 不是阿图什 哦 阿图什来到乌恰做生意 你是哪里的 我是四川的 四川的 四川的 对四川 你去过没 没去 时间也好地方 四川其实新疆人挺多的 很多人在那边做生意 有机会去我们四川 这个是老板娘 老板娘比较害羞 你们从阿图什来这边做生意几年了呀 十年 十年了 一直就是在乌恰 就是卖烤包子卖狼这些 薄皮包子 哦 这边还有薄皮包子 凉粉也有 哦 凉粉也有 老板很会做生意啊 在这边做生意 是不是比阿图什好做一点 老板娘比较害羞 好的 谢谢你老板娘 谢谢 这烤包子 这个圆的是羊肉的 这个长方形的是牛肉的 看起来就特别香了 而且现烤的特别酥脆 看这里边的肉 新疆美食真的很厉害 好满足啊 吃包子喝茶 感受新疆最本土的生活 尝尝这个牛肉的 哇 这个油滴出来了 从这边 这个牛肉的上面还有好多芝麻 很香 而且这个烤完 这个芝麻的香味就出来了 特别香 又很脆 这里边肉也挺多的 这里的烤包子 虽然贵一点 别的地方是两块 可能两块五 但这儿 它的个头比较大 肉也多 味道也很压性 很厉害 科尔克之族的女性 都会包一个这个头巾 对吧 对 老板帮我翻译 哈哈 我们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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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多久 下午 出来 啊 一erin 哪就走了 客人 二oras 姊 我 阿姨说 别的地方 去玩 去别的地方玩 对 新疆太大了 我可以玩的地方 很多 新疆太大了 去哪里都比较远 我是第一次来乌恰 第一次来吧 对 第一次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自己 就一个人 一个人 是的 我觉得乌恰这个地方还可以 还不错 现在来到了一个综合贸易市场 进来逛一下 刚进来我就发现 这边有很多卖大肉的 在外边都很少看到 外边主要是牛羊肉为主 你好 有个老板给我打招呼 这边还有一个服装批发城 这边这个超市应该挺大的 这件军大衣 这种 来这边太冷了 来这我就明显感觉比擦拭冷好多 一百块钱那么厚 感觉还可以买一件 这边是有太阳就暖和 没太阳尤其是早上跟晚上感觉冻骨头那种 这个超市挺大的 而且东西很全 我觉得我可以采购一点物质 然后明天去西极的话 那边怕吃饭什么不方便 买一点炙热米饭 谢谢 我发现这边科尔克之族 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有那个吻面礼 刚刚两位阿姨他们见面的时候就互相亲吻了对方的脸颊 不知道蓝室的见面礼是什么样的 现在来这个地方是吉尔吉斯坦贸易区 这边我看了一下 它有贸易一区 一区是在这个马路对面 然后三区也是在那边 这个是二区 这上面还有吉尔吉斯坦的蚊子 你好老板 来来 这里边商品琳琅满目 这都是进口的 吃的还有用的这些护肤酸啊这些都有 老板你们卖的这个东西都是吉尔吉斯坦的吗 对 哪里都有 吉尔吉斯坦 哈达斯的 俄罗斯的 哪国家都有啊 各种各样的果酱 罐头 这是果汁啊 上面还有酒 这个是俄罗斯的啤酒 1.3升 这一瓶是15块钱 战斗民族的啤酒 这边还有一拉罐装的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糖果 而且这个糖果的包装啊都特别漂亮 老板说这个糖果随便品尝啊 巧克力味的糖果 挺好吃的 这个是吉尔吉斯坦的 吉尔吉斯坦的 夹心的巧克力 拿丝了 这个里边好像是蜂蜜 很实在啊 量很多 这个看起来像是绿豆卷 这个吃起来就比较清爽 绿豆味儿了 各种糖果 领导满目 这边还有巧克力 这应该是俄罗斯的 看这个包装就是 这也是巧克力啊 巧克力大版 这家店是专门卖蜂蜜的 吉尔吉斯坦黑蜜 这包装都还挺好看的 这个是120一片 这个是160 下边这种是80 这种也是80 这个就比较便宜 五六十块钱 一大桶 逛了几家店啊 感觉这边主要它就是卖 零食糖果 巧克力 蜂蜜 酒水 还有一些日常 护肤的这些化妆品 就是什么绵羊油 这些 这个地方红酒挺多的 都是进口的红酒 而且这个地方感觉没啥人气 人比较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冷了的原因